7月2日,在全聚德前门起源店内 跨越三个世纪的老字号品牌全聚德 迎来了150周年庆典 活动中举行了全聚德第1.96一只烤鸭出炉仪式 1864年农历6月初六 在京城繁华的前门大街上 全聚德开启了发展历程 经过150年的发展 由名不见经传的烤鸭铺 到拥有近百家成员企业的餐饮集团 有传统老字号的餐饮企业 发展到进驻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 成为中国近现代餐饮业和民族品牌成长发展的缩影 2009年,在全聚德建店145周年之际 全聚德集团举办了第1.48亿只烤鸭的出炉仪式 五年间,全聚德共接待了近4000万消费者 销售出近4800万只烤鸭 今年7月2日 在全聚德创建150周年之际 再次刷新销售烤鸭的数据 举行第1.96一只全聚德烤鸭出炉仪式 烤鸭最大作业是民造 民族量火 因为烤鸭不是经过 我们说要哪一个叫 完原来原始的味道 它没有之前腌制 之前上一层调料 没有 就是原始鸭子 所以完原来原始的风味 更是人民欣慰的 感谢观看